現在齁 現在就是說要使用之前 我們要開電源之前 要開電源之前 要先把這個插進去 這個是左邊是接電焊的 正極是接電焊 正極是接電焊 它有一個卡孔 對向右轉緊 OK好 然後這個是接地線是吧 接地線 接要焊的 向左轉 向右轉 轉緊 好轉緊之後 轉緊之後 再開電源 再開電源 OK 好 那 第一關 你說一般來講是 是多少 看你 看多少的關 那如果 3.2就一百多 3.2就一百多 好 然後 然後接下來第二關 就是啟動 這 第二關是做什麼 忘記了 這是第二關 這第一關 這第一關 第二關是 敲下去的第一下 喔 敲下去的第一下 它增加多少電流 增加51安培 好 然後第三下是滲透率 可以到03 這都是10 OK 好 但是到10的話 它的火花很大 對 OK 好 那在第四下 欸 第四下 就是來調整 這個 這個 有沒有房電極 這是什麼 房沾連 房沾連 喔 如果有房沾連 房電極 它的工作效率就比較差 沒有 就是 如果是 開房電極 它就是延遲電出來而已 對 工作效率差 是 延遲電出來 然後房沾連 比較不會連焊條 焊條比較不會黏 通常自己在家裡用 就是 用開支點而已 OK 好 那如果說 你說焊條會黏住 那如果焊條黏住怎麼辦 左右搖一搖 左右搖一搖 對 那搖不起來 就是 你把 把焊條 拔掉就好 OK 就我的 我的電焊夾 是 電焊條 拔掉就好 對對好 好那現在 夾的話 應該沒什麼問題 就這樣夾著 斜斜的 這樣子 你要戴一個帽子 然後再試 好 反正就眼睛要遮住 不要去看它 對 可是你也要大概看你的位置 對 看好之後點下去 然後 點著 然後就滑動 OK 好謝謝